你好,正经揭露 很多朋友就问我,喂,那什么时候买得腾讯啊? 什么时候买得交易所啊? 喂,那不如我们看回一个很残酷的现实 经过熊市洗礼之后,我也不知道哪一只可以仍然生存到 那我先举一些例证,来看看香港的股市 我应该有一只是... 啊,中石油,中石油, sorry,中石油 中石油在这里,这个都是20年度的中石油 是,这个是ADR的价格 因为香港那些软件很多都拼不到那么远 那在美国那边那些用ADR去计算啦 那图样都是一样的 那我想说一样东西,就是 如果我是32,000点买了腾讯四百多元的 我要坐,那我就觉得股票长渣的,长渣没问题的 啊,OK? 那我要期望坐多久有多少回报呢? 就是是不是我坐五年之后上去四百多元,然后卖出去就叫OK呢? 还是坐十年之后上去四百多元,那就叫OK呢? 那其实如果是这样的案子就很惨了,都是白坐而已 明明啊? 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在顶上坐,我就要股票下一个牛市的时候 就要在今天的位置上升一倍 因为我是等五年十年时间 如果不能够升那么多的话,那其实我就傻了了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样肯定是虚本生意啦 放在银行啊,不用经风险啊,他都给我个本金啦 OK? 如果用这个原则去看的时候,我们看中石油 其实中资股呢,很多股票是很像中石油那样的 包括中移动,包括人寿,都是这样的图样 就是2003年附近上市,之后2008年炒起它 2008年建了那个位置之后,跟着其实就下来之后 就一直都打横走,只不过 这个图样就很多的,那这些是不是古王啊? 857,941是不是古王啊? 在那时候,港股直通车十年前,他绝对是古王的 就是三董友加941呢,每个都说到好像风景无限的 那个年代还是2G,刚刚入3G的年代 说到就是中移动呢,志无不胜,供无不乞 好像现在腾讯那样,但现在啦,中移动 大家都知道就是,变成了收息股来的 十年前你和我都很英俊啦,是吧? 十年前啊,为了等股票等十年? 今时今日我们都人老猪王啊,大佬 是不是啊? 你而已啊 我知道啊,你经常出镜嘛 你现在英俊,我人老猪王啊,大佬 总之等十年就真是难了 他看来不会回家乡的 他是耻乱中气那种呢 升完一下,他就变成收息股 他又不太差,但是 总之他就可能 你要上回194.6毫半 就是那股直中车最高位呢 那就是没有... 这个是ADR的价钱来的 就是人生有多少个十年呢 裹着资金给他这样搞 其实呢,有一样东西 就是我很不想见到啊 那么多幅图里面呢 就是我今天一直看见见见见见 就是其实在蓝筹股里面呢 的857呢 你会见到呢 那个空间是向下移的 那我很害怕他不知道会不会之后会穿底呢 这个真的是 真的睡了在那里 那往后的日子 这堆国企会不会穿底呢 我觉得都是很精彩 因为现在是牛市一旗都没走完 好了,那看第二只啦 388啦 388我就拼不到那么长啦 这个呢 就是HKEX啦 就是388啦 他就由2006年展示给你看 那呢,就当然 最初就没那么... 那么厉害啦 就是... 还是两位数字 但是就曾经去到 又是07,08年左右 07年底 港股值通车的时代 就升到260元 我记得那时候呢 胡苏珍呢 就去... 买了呢 他就跌啦 这样 是... 我记得他入市的 我真的很记得 这个 买完入市立刻跌 被人骂 这一只呢 就好一点点的 你看到他呢 每次疯狂的时候 他都急升急跌 而急升那个位呢 通常呢 都可以高过之前的那些 的 那... 但是呢 在10年里面呢 就有两三次做这件事 那都叫好一点点 但是呢 如果你顶位拿了 其实都没什么力量 要等很多年 就是... 如果那个顶位... 都是这样的 顶位260元拿了 你就可以8年之后 就在2015年那个... 那个... 暴力救市之前那一阵 就是... 就可以上到300元 那... 好像... 都有一个机会啦 那... 跟着... 是啦 低国人行的利息 肯定... 再两年多 之后呢 2018年年头1月呢 就... 又有一个机会上到311元 那... 其实... 机会都少的 不过... 就... 看你能不能把握到啦 有些人把握不到 就是... 继续坐艇啦 是... 那... 不如忘记呢 就是这些图呢 全部都已经计算了 顶位在那里了 就是说呢 计算了 你也计算了 它的顶位 都是这样的 是啊 那... 所以呢 300元就好一点啦 那... 多点机会 升法上 还有哪幅呢 剩下的 还有汇丰啊 看汇丰啊 是 那... 这个呢 就是... 我就财疏学潜啦 因为呢 我看完之后呢 我对汇丰 完全是... 要改变念头 大家拿一张汇丰的图来看看 在这啦 那汇丰的图呢 就... 你展示到呢 是1999年... 左右开始出呢 是 是 就是... 汇丰就是... 就是一个... 08年 如果那个顶摸了的 计算了 计算了各样东西 到今时今日 你都还没回家了 那怎样做古王啊 以上只只来说 严格上来说 不能够穿过顶的 等他十年都不能够穿过顶 要在顶买了那又怎样呢 那怎样做古王呢 就是... 上一期的古王 汇丰这些肯定啦 那麽多... 就是... 依依婆婆喜欢 是不是 想着买一颗自己 就是... 吃他识 有生之年 吃完他 回了天家 就留给那些小孩 但是... 你看看那幅图的结果就是... 就是... 如果你每个月 不停买汇丰的话 定期买的话 就是... 平均买入法 你都几难赚到他钱 其实就是... 啊... 走到这儿 汇丰 今次还有机会... 还有多少机会登高呢 是不是 真的不知道啊 真的... 那... 就是... 就算很多人喜欢的汇丰 其实都... 未必... 是... 在下个周期... 就是... 今天的熊市过后 下个牛市 是不是能够... 就是... 为大家增值呢 这个真是一个问题 所以... 你问我700可以不可以 你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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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趁低买完之后... 等下个周期... 牛市可以不可以... 不要说了这么长远啦... 这些... 好了... 那... 其实在美国... 的股市里面... 每次... 牛市的顶部... 都有一大堆... 超级的股票出现... 是你不买不行的... 但是结果出来... 就是... 下一个周期... 十只里面... 都不知道... 有没有一只... 能够... 重新... 上回的顶部... 甚至上位股东... 带来这个... 就是... 盈利... 说... 当年真是... 多的事... 那... 我只能够... 就是... 选择两只... 是成功的... 一只... 就是... Apple啦... 你拿一张Apple的图来看看... 是... 是... 他都... 江智余就说... 都很早的了... 就... 差不多95年... 碰的时间... 去到... 现在... 2018... 当然... 这只股票... 真的可以... 我想他的转捩点... 他就是... 2007年... 出... 这个iPhone... 就是他的转捩点... 是... 但是... 是... 我们记得的转捩点... 但是他的股价不是这么高的... 他总之就... 是... 023年... 最低位之后呢... 他就不断上升的了... 那时候可能是... 是... iPhone之前那些... iPod啊... 就是... 就是... 那些... 那些... 那些已经做得很好的了... 去到2007年... 变成iPhone呢... 就不断... 一飞充天了... 现在过万亿... 美金市值... 是... 那... 你会见到... 108年那一刻... 折下来... 它不见了五成... OK... 那之后都是一堆不振的... 但是... 一抬着了之后... 就真的为股东带来利益... 就是... 你完全是... 是爆了顶... OK... 那你08年摸顶... 买都没所谓... 你今时今日都赚了很多钱... 那接着就是Amazon... 嗯... 就是那些呢... 是一些特别的企业来的... 因为... 是... 美国一些的... 很特别的... 垄断性的一些科技股... 就是... 现在当电信股呢... 不当是科技啦... 都是... 你都可以想到就是... 中国... 腾讯... 这些都很类似... 腾讯... 阿里巴巴都很像Amazon... 和Apple... 有点像啦... 因为它都有一些... 在市场有垄断性的地位... 起码在美国是这样的... 是... Amazon就在啦... 都... 都是... 十分之理想的啦... 你看看他... 你看看2000年那时候... 有百多元... 跌了... 只剩十匹东西而已... 没有记错是吧? 他... 这里输呢... 就是... 五个五毫一... 是... 2001年... 最低位... 就是... 97年那时候... 刚刚上市不算啦... 就是... 那时候... 上网大家都不太适用... 是... 但是... 过了... 2000年... 那个... 科网股潮... 它就跌了... 是... 又由... 113元... 是... 是... 跌到五个多... 但是... 五个多之后... 就一飞冲天了... 真的不知道怎么算... 那条数... 过千,一千元... 没有... 现在... 過了啦... 一百七六... 一... 那... 那你五元升到... 1876... 真的很糟糕... 就是... 你买中去...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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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其实... 什么叫做厉害的股票呢?什么叫做值得持有的股票呢? 这些时候看上来就是这些啦,当然啦,是不是? 但是很多出名的,例如Cisco,Intel那些,都不是这一回事来的 Oracle那些都不是这一回事来的 以前有个新系统,那些就直接不电了,在低位被人买了 其实这些是不知道几多8只股票里面最成功的那些来的 就是我希望大家都是有这么幸运啦,将来能够长期持有这些股票 跟着在高位就获利,跟着就可以住豪宅退休啦,是不是? 但是这些不是常常见的股票来的 那就是说呢,听完我和何志光吹水吹到这里 我想最后希望有两个定论啦,我和何志光,关于熊市一期 第一,跌幅不会小,以往恒生指数,进去熊市一期 分分钟都是3-40%的跌,那现在肯定就不够了 那未来都是很大机会一浪,第二一浪,除非 弹穿了,上去的平均线里面站定 跟着你见到有股票穿顶的 那就可以破了这个诅咒啦 但是我想这个机会都相当微啦 第二件事就是,一个牛市的终结 在牛市里面那些这样的所谓超级劲股 下一轮的牛市很大机会 它们是消息匿迹击的 这个是自然的,就是在股票市场,金融市场里面 一个 就是很有趣的定律来的 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只是这么说 如果你对熊市是有认识的 其实 跌得多的股票自然不会弹 只能够玩反弹 从这个上落的里面去赚钱 其实就没需要跟任何股票 三文海誓的 直到下一轮 这一轮的熊市结束 下一轮的牛市重温的时候 才再慢慢想啦 因为那时候都不知道什么世界了 好了,何志光有什么想要补充? 我特别提 你类比都不能乱做的 很多古王都一决不振 都刚才给大家看了 但是 腾讯 我都可能特别提一声 因为腾讯 是比较类似Google Google在美国 当然就有个YouTube 就长期垄断性啦 在中国 腾讯也有这种地位 我就不太相信他一决不振 不过会不会你 高位买了腾讯坐厅四五年呢 而没机会 升高位呢 我不排除这个发生 但是我不相信他十年一决不振 我就不相信的 因为 腾讯始终那个位置 就好一点 好过中石油那些 我就会想到这件事情 好,非常好 本节目其实 并没有任何的投资的 建议的 只是我们 对股市的大小做一个分析 其实 我们没有叫你买出 沽出或者买入 你千万不要做沽空 或者是做孖展炒商 好,那我们 今天就来到这里 好,拜拜 下次再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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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